其实为什么现在人就是性功能障碍的比例会比以前来越来越多 其实就是因为那个胶感震惊 一直处在一个旺盛的状态 对过度兴奋的状态下 哈喽大家好我是崇文明医师 在我的门诊有非常多的年轻男性来看性功能障碍 但在我的诊治之后的发现 他根本就是所谓的性表现焦虑 所以呢我今天就特别请到了 和光成人性治疗中心的李主委小姐 李主委心理师呢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叫做性表现焦虑 那又应该要怎么样治疗 这个其实是蛮常见的 其实在我们常常说 其实来到这边的性困扰 我们常常说有八九成其实都是跟性表现焦虑相关 那这个担心可能是跟社会文化下 他对于我们在性或是性别角色上面的一些期待 担心自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期待 或者是也蛮常见的是担心自己没有办法达到伴侣的期待 所产生的焦虑 那这个焦虑他可能是一种 我们会说第一种是常见的是身体异象的焦虑 他可能是担心 什么叫做身体异象的焦虑 对对对对他可能是身体异象就指说对于自己身体的感觉 那像是说担心太胖太瘦 然后或者担心 阴晶太小 对阴晶太小 那女性的话可能就担心说胸部不够大 像这种非常长线 然后担心 那接下来再这个比较就是单纯就身体异象 那下一个也可能是担心 对于性功能或是性生理状态的一个担心 就比如说怕自己不够硬 对不够硬 不够久 不够硬真的是 就最常来那个医师们 就是不够硬不够持久这样子 那也有的甚至于我们来到那边还会有就是担心射精量 射精太少 这个其实也是蛮常见的一个 也蛮常见啊 其实现在因为我之前做一些影片在讲所谓的射精量太少 马上就来一群病人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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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不知道这还会去找密尿科 我知道有些来到我们这边还会问这个 所以其实某个程度上我做影片其实缓解了蛮多人的焦虑 对我觉得这个知识的产地 对是一个大工程真的 真的是基础的知识教育蛮重要 那女性的话可能就会担心湿润度不足 那或者是担心阴道的紧致度等等的 那也有的人就是他可能担心是说 他整个呈现起来他在性行为上面的表现呈现 譬如说反应不够大是不是没有办法让对方觉得兴奋 或是反应太大让对方觉得自己可能 或吓到或什么 对太淫荡啊 然后或是太随便啊 对方可能不喜欢 这些也算是性表现焦虑 那最后一种常见的性表现焦虑就是我们在性技巧上面的焦虑 那这个常常就是说担心对方不舒服 他喜不喜欢我 所以像在性行为之前就会有这个焦虑感的话 他可能就是会表现就是他根本就不想要发生性行为 会去逃避这样的行为 对有各种各式样回避性行为的方法 比如说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病人然后他如何回避 OK 当然我们现在人最常用就是工作太忙太累了 我们工作狂不知道有多少是因为性表现焦虑促成的 所以就是说藉由自己说自己太忙 然后来逃避说我没办法我今天不能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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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就是工作太忙 而且有些人甚至会把自己弄得很丑 哦真的吗 对对就是吃的比较胖啊 故意不为才是 我维持身形啊 然后让对方觉得自己不吸引人啊 哦所以这个问题不是说他他不想要改变 而是他要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可口 让自己比较不具吸引力 不然有如果有吸引力来的时候 他需要上场他会担心 对对对对对对 有些人索性就是干脆用到这种方法 然后下班了不回家在外面游荡 那也有的人他是用其他方法来去回避性行为 那当然也有的是他根本就后来是不交交往伴侣 他就是用约炮的方式来去抒发性 或是性交易的方式来抒发性 焦虑这样子因为至少一次性的 老死不相见对老死不相往来 那其实这种更麻烦 因为你在跟熟悉的伴侣发生性行为之后 至少你还有一些预期性 但其实如果是约炮这种或是性交易这种一次性的话 其实有些时候他会再触发恶性循环的发生 因为非常容易因为过度紧张 因为陌生环境 因为无法控制的一些互动 而引发更强烈的焦虑 然后结果反而让他性表性焦虑的恶性循环变得更严重 所以我通常都会叫我的病人 如果说他真的有一些性功能障碍 然后我觉得他是因为焦虑的关系所引起的 我通常会告诉他可能还是要找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 然后比较一个固定的伴侣 如果说他没有固定的伴侣 我甚至会建议他你干脆就找一个顾炮 可能都会老一点 因为你可以比较预期他的反应是怎么样 你也可以比较熟悉这个身体 你才比较不会有那种焦虑的感觉 对因为如果你的状态就是因着性表现焦虑而发生的话 那其实你就要去控制周遭环境的 会触发焦虑的一些因素 那其实才有可能真的在透过一些练习去调整 所以在很多人他可能性情有完之后 他就会开始问对方说 你觉得我今天表现得好不好 说什么什么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 事后检讨 其实也是一种焦虑的表现 今天的表现得好不好 就看他的心情状态 他们讨论的方式跟重点 因为他也可以是一种性沟通 或是一种是调情 或是关心彼此的感觉 他也可以是这样 他可以比如说下次再更好 对对你喜不喜欢今天我们这样尝试 而不是是一种焦虑式的在探问 对方满不满意 希望对方给他一个 让他可以比较我觉得OK的答案 对对对对 而且我会比较是 如果可以把重点不是只是放在性的 那一个有没有高潮 来作为性行为是否享受的判断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 算是蛮重要的观点改变啦 而且我常听到有一些当事人 他其实是说 他来这边就是说 我们上次做来不成功 就是可能前夕很愉快 双方也很享受 那甚至也顺利的勃起了 也顺利的进入了 但最后不成功是因为 对方还没有高潮 我可能就消退了 或是我可能就射精了 这个就叫做不成功 对那用这样子的想法来去 好像把它当成一个任务有没有达成 要打怪 对因为刚刚就是意思有说 是好像在考试还是什么来着 就是说我常常会跟我的病人讲啦 就是说他在某一次性行为失败之后 我就说他联考失败之后 然后就去补习嘛 补习之后那个在补习班都有模拟考 可是每次当他在模拟考 所以那模拟考就是他在自卫的时候 他都会想到那个过去失败的经验 然后他每次在自卫的时候 他就是在测试说 我的阴晶到底够不够硬 我到底ok不ok 他只是在做这件事在想要获得一些证明 结果呢等到模拟考 他越这么想的时候他就越不硬 越焦虑 对越焦虑然后就越不硬 然后就是他根本也没有享受 比如说自卫的快感 或是性行为快感 就不断的在测试自己而已 然后只是让他越来越焦虑 然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对 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性表现焦虑的恶性循环 而且这很可惜 他等于是你把整个性的互动的历程 跟那个两个人 或是一个人的性的愉悦感 他都只限缩在某一个性行为的反应上 那其他的部分呢 因为性表现焦虑他就是会 你就是会过度关注在你所在意的 比如说勃起功能好了 变成是说你可能在 在想着今天要爆发性行为之前 你就已经在想 我会不会勃起 然后到开始邀约的时候 你也在想 我到底能不能够顺利勃起 然后到你在辅助的时候 我很多当事人都说 他们在前面前夕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在管对方舒不舒服 他会完成一些动作来确定对方有湿润 但他只注意自己的阴晶 他只是例行公司 他没有把注意放在对方身上 因为他就在焦虑自己的阴晶的反应 那当可以勃起的时候 他也没有去管说自己是不是真的已经感觉到足够愉悦 足够兴奋 他也没有管他说可以勃起赶快进入避免消退 那这个很快进入的状况有可能让对方其实还不足以放松 或是感觉刺激还不够 那在这样的状态下其实伴侣之间的性互动的感觉 这种焦虑其实会传染对不对 对 传染给对方 而且对方有些时候也很紧张 就是他会觉得你好像要很急 你到底在急什么 因为他不一定有讲 你到底在急什么 然后为什么要这么快 因为他不赶快放进去他就软掉了 对但他越这样担心就越容易消退嘛 因为其实生理机制是这样嘛 对对焦虑的话其实很容易勃起消退 那他如果又不小心就真的消退的话 他下次都更担心 对对对 然后很多人真的说他就只有到射精那一刻他就放松了 但那个放松你说他愉悦吗 我觉得他就只是一个完成 完成一个任务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是蛮可惜 因为其实现代生活压力已经够大 你还要让性行为这种应该是疏压的这种事情了 反正变得压力更大 对对对对对 就性表现焦虑更严重的一些当事人 他会已经去影响到他整体对自己的自尊 可能是男性或是女性的自尊 他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吸引人的人 然后是不是一个 男性才能讲是不是个男人 这种心情也蛮常见的 那这个可能会去进一步的影响到 他的人际互动 然后和他的性伴侣的互动 可能潜在的性伴侣的互动 有足够自信 或者是他可能是会回避 那也有得到更夸张的状况 我曾经就是有一些类似的案例是说 他可能过度担心自己阴经的尺寸大小 就算去医院检查没有办法缓解 就他已经去检查 其实阴经的尺寸就是一般大小 但是他就是还是一直觉得 自己的生殖器官是太小的 那这个担心到扩散到 他跟女性互动的时候 当我们人际互动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就是会扫视全身嘛这样子 目光就是会扫视全身 那当女性可能扫视到他的下半身的时候 他就开始担心说 对方是不是有注意到 因为其实是看不出来 但是他就说是不是有注意到 他的生殖器官和阴经 其实是太小的 那他就开始会回避眼神 然后甚至有些时候会在这样的状况下 有类似恐慌发作的状态 就是会开始呼吸变得急促啊 过度紧张啊焦虑啊 无法好好说话这种 那真的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我个人遇到的是 我觉得他也是有一种所谓的性焦虑存在 但是他的性焦虑的 他觉得他的尺寸不够大 所以呢他就开始去寻求一些 手术的一些帮助 所以当他来找我的时候呢 其实我觉得他已经 把它改造的其实已经有点大了 对但是他的 我想他的功能应该 他不是很硬啊 就是把它填充的很大 就是有可能会影响功能 然后他来找我的意思是 他还想要再更大 他就是所以你就觉得他那个焦虑感 只是用这种手术方式 但是问题是你做的再大 可能都永远无法填满那个焦虑感 那个就是心理的状态 然后他平常在穿衣服的时候 因为我们平常不会把我们的 绳子系录在外面嘛 他穿衣服的时候 他里面还要再塞一些东西 塞一些矽胶的东西 塞一些比如像塞袜子 让他在裤子那一包看起来会非常的苦 对但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种性表现焦虑 这个已经好辛苦了 对其实很辛苦 因为他其实不断的去做手术啊 去改造他其实更会破坏他原本勃起的功能 对对对 这个真的就还蛮需要性智商的协助了 因为这个真的是要去做一些 心理状态处理和调整 这真的不是靠外物可以去改变 所以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这样的病人 好那其实就像陈医师刚刚讲的 就是有各种状况 每个人的焦虑的程度 严重程度其实差异蛮大 所以如果是来到性资商中心这边的话 我们第一步会做的一定是一个比较整体性的评估 那通常像这个整体性的评估 我们可能就要花三到四次的时间的谈话 我们通常就用谈话的session来描述这样子 三到四个session去做一个比较完整的 评估那这个评估可能包含了 就是说他一个是说他整个他所处的社会文化 或是社群次文化底下对于性和性别角色的期待 那这个期待是什么 那是怎么在他身上让他从小到大 形成他所现在所有的这个对于性表现 怎么样是比较好的一个想法 这个好像有点难懂一点什么叫做 他的社会文化或他的 因为我们不是说身在台湾吗 那也会有不一样吗 也会有不一样啊 譬如说男童子的社群里面对于性表现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他们独特的一些 对于身材的焦虑 其实就是不太有益于可能异性恋 然后异性恋他的那个 所接收到的讯息也不一样 譬如说我们说蓝领阶级 对于男性的角色的期待 对跟于一些现在一些什么 含流影响的那些男性的那个角色的期待 你怎么帮自己做这个角色的设定 就是花美男跟这个这个蓝领阶级 可能就不一样 你觉得你心中的男人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形象 你心中的男人是什么样子 那你怎么看男性要怎么呈现 在性的表现上是很体贴很温柔的 还是说应该很勇猛很阳刚这个部分 对这个都很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其实虽然我们说 好像我们都在台湾 可是其实台湾对于男人 对于女人的定义 这个可能就有千百种 那更不要说跨性别 然后更不要说就是说同志储群 或是不同的性偏好的族群 他们对于怎么样的性表现 叫做好的性表现 其实我们要先去了解这个人 他的期待是什么 他的焦虑到底在哪里 他的治疗里面有什么叫做好的性表现 没有 没有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先去了解当事人的一个状态 然后他也顺便去了解说 因为有些时候这个焦虑的形成 他可能是一些过去经验中的创伤 就像陈医师刚刚讲的可能是某一次 所以不一定是性性之类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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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就是一次很不顺利的性互动 然后或者是在某一任伴侣关系中 因为特别恶劣 然后对方的严重的批评 甚至于去羞辱造成了很严重的情绪反应 有时候我会觉得其实男人也是蛮脆弱的 有时候只要一次表现不好 就整个就是不行 在性上面每个人都很脆弱 对你在性上面被羞辱 这个在我们现在的整个氛围下 有时候那个羞辱可能就只是一个眼神 或什么之类 对可能会有导致很大的后果 对 一个眼神一句话 然后或是一个反应 就突然翻过身去就转身就离开了 这个 这个都是 对 比如说像也有的人在约炮 说 自己脱了衣服之后 对方就穿上衣服离开 那真的是蛮商人的 对 像这种状态 你会怎么解读 然后也是怎么消化这些 这也是我们会要拿来评估的 那其实整体来讲 我们就去整理出他的人格跟性人格状况 那我们才知道说 那他可能需要哪一个程度的介入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依照我们的评估去 针对不同的状况处理 那像有些人其实是蛮单纯的 他可能就是需要一些性知识和迷思的一些澄清 他可能就是 这个多看我的影片 需要多看陈医师的影片 去进行一些性知识的科普 他以为说一定要维持勃起一个小时才叫正常 如果他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那他当然很焦虑 所以这个在我们 我的门诊遇到最多早泄的病人叫什么 叫自以为早泄 自以为早泄 他以为自己早泄 但其实时间是什么 其实时间都是ok的 对 只是他以A片里面的那个 两个小时起跳 那才叫正常 这个叫正常这样子 然后搞了自己压力很大这样子 然后其他伴侣也没有需要他 就是两个小时 所以其实像A片真的还是 也会是一个造成焦虑的来源 因为其实A片里面演出来的 A片里面没有演的 比演出来的还多 比如说你要怎么样 跟你的另外一半调情啊 你要怎么样互动 这个其实都是没有演出来 他只有单纯的 就是演那个真枪实弹的部分 对 但是那不是心爱 对 而且也没有沟通 对 他也没有沟通的一个历程 他因为他 大家没有要听对话 他应该都是快转 我刚才想说 要说都没有也不对 因为就算他演也是会被跳过 对 所以我也很难去评价 这个A片 可能A片他没有努力 想要做这个东西 但大家不想看 对 对 那主要是怎么运用他 那回来就是说 可能是性知识的一些迷思的澄清 那也有可能就是会去整理一下 帮他认识 因为我刚刚说去评估他的社会文化 对性别性角色的一些期待 那也帮他去认识到说 原来他现在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是他接收哪些讯息 让他变成这样子 那他可以选择要保留这个想法 那他也可以选择想想看 是不是有其他的可能 有些时候 有些人 他只要去做这个讨论 然后去把他的焦虑的来源 稍微釐清之后 那有些人他就知道说 所以这个 不管是这个知识可能是错的 或是这些想法 其实是 就是诶片里面演的 就是这些东西 他只要做这些调整 有些人焦虑就缓解 这个是相较单纯的当事人 那再往下一层呢 我们会再去进一步看 因为也有些人的状况 就像陈医师讲的 现代人普遍焦虑 所以他性焦虑 只是他焦虑的一个表现的部分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的话 就是说 我们就会去针对他整体 就是没有放松能力 这个部分处理 那因为我的另外一个专长 是生理回馈治疗 所以我也可能会用 生理回馈治疗的方式 去做一些协助 那主要就是做一些放松训练 那常用可能就是 腹式呼吸啊 肩筋式肌肉放松啊 然后或者是一些冥想啊 所以其实很多现代人 他可能完全都没有发现 他自己其实是处在一个肌肉紧绷 然后非常紧张一个状态 对 过度焦虑 然后而且没有办法专注 常常我们会说过度疲劳 因为你没有办法专注 你一直在想别的事情 然后一直在随时脑中 就是充斥了各种想法 不然就是在接受各种刺激 这样子的状态下 其实身心都是非常疲倦的 那身心都非常疲倦 很累的状态下 你当然在性的状态下 也不可能会好 这有些时候 是他一个整体生活状态 可能都要调整 那我们有时候 因为我想陈医师 也蛮常给这个歉意 就是说有时候会说 要求去说做一些运动 对 那这个运动除了说提升肌力啊 什么的 也有些时候是想要让当事人 因为我们运动啊 有些时候你必须要 比较专注在自己当下 比较没有办法分心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可能是让他可以有一些 专注跟放松的状态 因为有时候运动完你很累嘛 很累就会瘫着 那反而可以去经验到肌肉紧绷 放松的感觉 像这些都是 我们可能会去跟他 去做一些讨论 那先确定他 有没有一些基础的放松能力 那有些人他的性表现焦虑 其实只是他整体过度焦虑的一种反应 那如果以上都处理之后呢 再往下的话 我们可能会去处理的是 就是说 如果他有在性上面的一些 创伤的不好的经验的话 我们也会去针对那些部分 去做一些比较细致的谈话 然后帮他去整理那个经验 然后重新解读那个经验 看有没有可能调整一些 他对于那个经验的诠释 然后跟去处理他对于性的感觉 重新修正 那像很多病人 我跟他提到心理治疗这一块的时候 他们都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一定要跟我的另外一半一起去吗 我们其实很希望他可以一起来 因为会比较快 这是速度的原因啦 但就真的没有办法强迫 但是有的时候 很多人甚至于不让他的伴侣知道还有赖 但是有的时候 那个焦虑其实存在于两个人之间 对 所以只是单纯的治疗一个人 有时候效果真的不会像那么快 就是我们就变成我们还要花 我们要训练这个人有能力 跟另外一个人沟通 那但是因为他不在现场 所以我们要去 我们要透过评估这个人 去评估他的伴侣的性状态 因为沟通就要看出对方状态 我们要先教他 他稳定了之后再 让他可以去教他的伴侣 然后让他们两个可以沟通 那就是你要花比较多钱啦 就是这样 所以两个人一起来 比较便宜啦 比较简单 对 对 以上以上都处理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会去做性教练的部分 这可能是 大家比较会去期待跟熟悉 或是大家很多人进来的时候 会很希望我们立刻处理这个部分 但因为其实前面没有处理的话 处理这个部分不会有改变 所以性教练指 就是教他们怎么做外 简单来讲是这样子 最简单的说法是这样子 我们会去把他们 目前的性行为样貌 做非常细节的评估 那可能包含在他平常在想 要发生性行为的时候 他的心理状态 因为性表现焦虑是蔓延到是 整个生活中嘛 所以包含在他性行为之前的状态 包含他怎么邀约 然后包含他怎么进行前夕的每个细节 怎么辅助 所以其实讲到老半天 大脑才是最大的性器官嘛 所以其实处理的不是只是硬经的问题 不是只是硬道的问题 对 更多其实是大脑的状态 大脑的状态 帮他们调整整个想法 那是透过很多很多细致化的操作 来让他对于性的观点整个转换到 知道性有这么多细节要注意 而不是只关注在某一个性功能 或是某一个性表现在上面 那如果是办得比起来的话 最好就是我们常常在这个过程中 大量在促进的是性沟通的能力 沟通很重要 对因为很多的焦虑其实就是没有讲清楚 然后可能最常同时发生的是 这个人在焦虑他的勃起功能 那这个人在焦虑是不是他身材不好 所以让对方无法勃起 两个人都在性表现焦虑 然后两个人在互相触发 然后这边也在拼命努力 对对对这边也在拼命努力 这边也在拼命努力 可是两个人没有沟通 然后根本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那有些时候是可能从辅助开始 就是这个人觉得好的辅助方式 这个人其实很不舒服 但是不知道怎么表达 不知道怎么让对方知道 然后搞得很紧张 可能这辅助的阿拉雅太痒啊 太刺激啊他不喜欢 然后他就会紧绷 那紧绷之后这一方就觉得 因为他不好意思知道 说的时候怕对方会觉得 好像不好意思或是伤害到对方 他不好意思说 对那他就说快一点快一点 那对方又很紧张 他也担心他的勃起功能 会觉得是不是我性技巧不好 他又会很焦虑 然后又快又不知道怎么快 那可能最后就是整个就是 在过程中不停的堆叠累加 到最后结果 他会说哦 所以这次的性行为失败 这个只是看到结果 那我们会在性质商市中 其实我们会去把它 那个细节都拆掉 让他们在每一个动作 都有机会去核对跟讨论 那甚至于是回家去做一些练习 包含怎么辅助啊 然后每一个动作 可能包含 我们可能会知道怎么接吻 到底喜欢怎么样的接吻 喜欢怎么样的拥抱 然后辅助胸部的方式 因为人的身体 其实蛮奥妙的 就是每一个人 喜欢被刺激的方式 差异太大 所以这个某程度上 其实也是大家 一般社会大众 对于所谓的性治疗师的一个迷思 就是说就是认为 好像我就是在 在学习性技巧或什么 那其实是完全不对的 其实性治疗师大部分在处理 应该是 是这个沟通或是大脑等等的 想法等等的问题才对 都有 但是技巧不会是 我们不会只注重技巧 因为如果只注重技巧的话 其实坊间有蛮多 可以学技巧的部分 那我们必须说 你如果只专注技巧的话 他可能 而没有学一些沟通啊 没有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 他可能最后会变成性表现焦虑 对 还是一样就回到性表现焦虑 对 因为你只是会学更多技巧而已 然后但是你更在乎自己 是不是有让对方高潮的话 那其实就是更焦虑 对 那其实长老半天 其实会发现 其实心理健康 对于这个性行为 或者是这个性的这个愉悦美满 是很重要的这件事情啊 那可不可以请那个心理师教我们一下 假设我们一般正常人 现代生活真的是非常的焦虑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 生活的可以更 不那么焦虑更自在一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 每个人都想知道的方法 这个真的蛮难的 第一个 关手机 这 第一个 关手机 没有啦 这个倒是 陈医师你虽然说是开玩笑 但我真的觉得啦 因为其实 现在蛮多 其实不要说性资商好 应该是说 很多人都在推崇 包含冥想啊 正念啊 这些想法 其实再说的是说 其实我们人的大脑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一直在分心处理各个事情的话 你的大脑其实是一直在过度运作的状态下 那你一直在警戒的状态下 你的身体其实也是会在一个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的状态下 那你的身体其实是一直在耗能的 所以其实为什么现在人就是性功能障碍的比例会比以前来越来越多 其实就是因为那个交感神经一直处在一个旺盛的状态 对 过度兴奋的状态下 然后甚至于我们后来就是有些人是用自律神经失调或什么来描述 那这个过度紧绷的状态下 其实你很多时候好像在做很多事情 但你什么事情都没有用心做 都做不好 也都做不好 然后你也没有办法真的去享受愉快的感觉 你只是在追求刺激 那即使是很多人我们常问就是说 我们的听众啊 或是我们的个案 就问他说 你怎么样让自己放松 那很多人就说我就滑手机啊 这样子 但其实滑手机不放松 因为我自己在做生理回馈治疗 我们会接仪器来去看一下 所谓的交感神经兴奋底下的一些生理素质 这样子 我们会发现滑手机的时候人其实蛮焦虑的 真的 对 因为那个影片有些很刺激 然后你会跟着他的情绪起伏 而且你在几秒你可能就要 比如说像某些这个社群软体 就是你在几秒就决定要不要继续看 就马上要做出抉择 对 然后你是随时在动的 然后打电动根本不要讲 你在打电动的时候非常紧张的 对 那你的肌肉是紧绷的 没有机会放松 你的精神也是紧绷的 亢奋的 在这样的状态下的话 其实非常非常影响到 一个人的身心的健康状态这样 那当然我们最常说的是 就是你要学习放松 那常用的是像我刚刚会说到的 複式呼吸练习 那因为相关的导影的影片实在太多了 就是你们可能上网随便查 然后或者是甚至于像之前 Netflix 它其实都有一些印记 是专门在讲放松 那我觉得难的都不是放松的 技巧这件事情 因为你要找资源太容易了 而是你下定决心 最难的其实是你要下定决心 你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开始练习 然后一开始练习不要想太多 我常常都说 你只要注意自己的呼吸 三分钟就好了 你就停下来 把你的手机关静音 所有讯息停下来 就这三分钟 你专注在自己的呼吸上 感觉自己身体 随着呼吸起伏 去感觉空气进入鼻腔 进入气管 到达肺部 然后再慢慢的把它吐出来 那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放松 能够让感官专注 感觉专注 其实是在性愉悦中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也是我们常教的一个技巧 叫感官专注练习 最重要的是你要下定决心 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男生可能就 怎么会还要放音乐 然后还要那个擦如意 好像这个是 不是很man的事情 所以这个有时候 就是还是这个根本观念 这个man就是害人不前 对 所以这个根本观念的改变 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才不会一开始 就把它拿到前面 如果说我们的个案 当事人一进来就说 我有博取功能 在来我说好 那我们先回家洗个澡 擦个乳液 他一定给你搬脸 说成也是 对 所以我们一定是从前面整体的评估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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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后 最后就是说 确定他的大脑状态 已经调整到 他已经对于性的观念 已经有一些改变之后 然后他也确实是开始 对于伴侣中互动的性 是感兴趣的 或是对于可以享受愉悦 体验过程的性 是感兴趣的话 我们才有办法去做到这样的练习 所以其实很多可能 或许很多男生 他其实想象中的性 是非常动物性的性 但是其实人已经不再是动物了 所以人其实在那个性的过程中 其实还是要很多的感觉 跟很多的爱在里面 可能会让这个 你所体会到的性 可能会远远只是 这个动物的这个性行为的这个部分 对 而且动物可能 其实蛮多动物也是有前戏的 而且他们还不会分心 他们还是很专注 也许比我们还享受 只是你他没有说出来 让你知道而已 好今天非常谢谢心理师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性表现焦虑 跟我们怎么样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就学习放松跟专注的方法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部影片 我是崇敏医师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